开业31年的湖南数码生活广场 今天营业最后一天 录幕前不少消费者特地到那里拍照留念 据记者聂国威观察 约有六七成的租户待到这一天 湖南数码生活广场落下帷幕 不少公众从下午开始陆续前来拍照 回忆商场所带来的美好时光 因为我们小时候 小时候都每次都来这边来买电脑的东西 来购物 来看动漫的东西 这家背包店是商场的第一代租户 原本计划在商场关闭后结业 但在不少老顾客的要求下 他们决定搬到森林商业中心继续营业 我第一个想法是 哎呀 不要吃话了 已经那么老了 但是他讲不一定要要努力下去 一定要要做 如果不是坐在家你就闷死了 大部分的零售租户已陆续搬迁 有些正忙着收拾货品 有些则给予入会折扣 或分发免费产品 感谢顾客的支持 业主给予租户10天的搬迁期 湖南数码生活广场关闭后将会拆除重建 预计三年后重开 到时他将发展成一个综合性商场 为消费者带来不同的购物体验 新的湖南可以从这里可以挣贴 多一些社交的元素 把湖南变成比较更加吸引力的 所谓的生活时尚中心 当然科技一向来都是湖南的特色 我们将会继续深化这个科技的特色 用科技去丰富整个购物的体验 商场关闭前 业主也为新商场主办了 征询点资的活动 并收到超过1000个点资 新传媒新闻记者聂国卫报道 关闭前出发现 经许不是想上 比目的 受估计任何率阳 散不忍odus 走保的哀十认 使增将与